16年后 魏无羡回到阔别已久的莲花屋 然而江城却因为魏无羡总跟蓝忘机在一块 气不打一出来 在江市祠堂跟魏无羡吵得不可开交 然而素来出示淡然的蓝忘机 为何会在此时火上浇油 故意狠狠地撞了一下江城的肩膀呢 这挑衅的行为很明显 成功激发江城挥出了那一鞭子 那么蓝忘机不劝架就算了 为何还要火上浇油呢 蓝忘机这个人 不管是在原著小说里还是电视剧里 无论他遇到什么事情 听到怎样不堪入耳的话 我们从表面看来 他永远都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淡定模样 而蓝忘机将魏无羡从莲花屋带离的时候 他直直地撞了江城的肩膀 要说他是无意的 小编是不信的 那么蓝忘机到底为何要故意彻底将江城激怒呢 忘机这个名字 本身就是要让蓝湛忘掉机巧 踏实做人的意思 然而就像蓝湛的避陈不避陈一样 蓝忘机为了魏无羡也会变得腐黑 也会玩弄心思的 蓝忘机对江城太了解了 因为他当年看过江城被蓝灵金士轻易挑拨 轻易就操控了江城的情绪 当年蓝灵金士能让江城跟魏无羡决裂 为何蓝忘机不能顾忌重施呢 蓝忘机实际上是在帮魏英下决心 蓝忘机知道若是他不这样做 指望魏英下定决心跟云梦江氏彻底切割 那是不可能的 蓝忘机知道 在魏英的心里有多看重莲花屋 有多看重江城这个师弟 魏无羡是可以不要自己的命 也要护着江城的 可是在蓝湛的心里 江城根本就不值得魏无羡如此以命相护 魏无羡是云梦江氏养大的布甲 大概八九岁的时候 一直养育到十七八岁 可魏无羡也真的用命回报了江氏 当年的法温大战 魏英的战功都记在了云梦江氏的头上 从蓝湛的角度看 就算魏无羡欠江家的 也都还得差不多了 可是魏英这个人就是这样 大概从小没有得到过父母爱的孩子 内心缺乏安全感 也有些爱无能吧 魏无羡其实不懂得 怎样去掌握爱别人的尺度 所以在回报江氏上 他采用了无底线 无期线的方式 这样的魏英让蓝湛心疼 所以蓝旺姬必须替魏英下决心 必须替魏英跟江氏切割 所以才有了蓝湛故意撞江城的那一下 就是要激怒江城 然后逼魏英说出 蓝湛我们走 以后再也不要回来了 这句话电视剧中魏英没说 可是原助理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说了 只有这样 蓝湛才能彻底将魏英带离莲花屋 也才能把魏英顺利带回云深不知处 其实在蓝湛的心里 大概是非常看不起江城的吧 江城16年前在不夜田悬崖上的那一件 刺向的是魏无羡 同时也刺在了蓝湛的心上 要不是顾及魏英的感受 蓝旺姬肯定随即把江城也扔下去了 江城对魏无羡做过很多过分的事情 蓝湛都是亲眼看过的 而且这个人是能左右魏英的情绪和心情的 蓝旺姬在内心里 其实很害怕魏无羡轻易原谅江城 毕竟魏无羡总是抱着对江市的亏欠之心 蓝湛害怕 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人回到云梦江市 而江城跟魏英和好了 江城就会成为蓝旺姬跟魏无羡之间最大的阻碍 所以只有让魏无羡和江城彻底切割 蓝湛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江城只有对魏无羡越是绝情 魏无羡才能更加依赖和靠近蓝湛 才能知道这世间蓝湛才是他唯一的温暖和依靠 这就是蓝湛的私心 当然 陪魏英回莲花屋看看 也是帮魏英了心愿 只是心愿已了 以后就不必再回来了 莲花屋这个地方 只是魏英自以为是的家而已 人家江城根本不把他当家人 而江城拒拒诛心 甚至对魏无羡拳脚相加 也彻底打断了魏无羡对莲花屋的最后念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 却如了蓝湛的意 不是吗 所以蓝二要是腐黑起来 还有别人什么事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陈情令 活得寡淡的蓝湛 哪来的底气和钱 能赔付四百多张赋先网 陈情令里 姑苏蓝湿是个神奇的存在 云深不知处 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 也是很多人忘却的地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你能结交优秀的同门 你能有出色的品格 同时你在享受好处 也得忍得了寂寞 因为姑苏蓝湿是出了名的严厉 是出了名的轻挂 是出了名的无情 稍有不注意 就会触犯了家规 要知道姑苏蓝湿的家规 有着三千多条 但是背诵下来 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更何况 你在这里就得迢迢遵守 就得迢迢旅行 据说 姑苏蓝湿的创始人是个和尚 才有了如此的风格 每天过着寡淡的日子 倒也轻松自在 特别是像蓝湛这种古板之人 待在云深不知处里 就是一辈子不出来 也是怡然自得 云深不知处 风景美 环境佳 能入这里当修饰 真的是一种运气 能是五大世家之一 姑苏蓝氏 真是很了不起 三刷陈情令时 听到蓝丝锥对江城说 毁掉的傅仙王 会如数奉还 此时的蓝丝锥 就是蓝湛的代言人 能轻松说出这般话 可见姑苏蓝家 还是很有钱的 要知道 一张傅仙王 就已经很价值不菲 能一次救毁 四百多张傅仙王 眼睛都不眨一下 真的是很大一手笔了 再说了 蓝湛的身上从来不缺钱 不管走哪 从腰间掏钱包的动作 随着余味无限的相处中 越发娴熟 可见蓝湛的私房钱 是很多人几辈子都赚不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 姑苏蓝氏的财产 都从哪方面而来 重刷后才知道 姑苏蓝氏 很会运营自己的品牌效应 看着不为钱而愁的他们 早早就赚得盆满钵满 首先 他们有听学 魏无限是因为听学 才第一次来到云深不知处 在这里 他遇到了蓝湛 遇到了很多 与自己生命相关的人 听学 是姑苏蓝家的招牌 来这里的人物 都是有名或有钱 看着每一家来听学的人 都会献上力所能及的礼物 就可以看出这里的重要性 而聂怀桑与蓝家的关系好 更是隔三差五来听学 看得出 蓝家的听学 就是一种品牌宣传 理所当然收学费 对蓝家广而告知 在多招点修饰入门 都是一系列的操作 身为五大世家之一 姑苏蓝家的名号 可不是浪得虚名 就算得守三千多条家规 也是大家挤破头 都想来的地方 一个人 想要做得更好 赚得更多 就得把自己打造成品牌 有了之前的名声 以后的事情就会容易得多 多出几个优秀的人 就有说不完的战绩 能入排名的蓝战 就是姑苏蓝家 不花钱的广告牌 不管在哪 都有着他的传说 其次 他们会上门除税 蓝家小辈会出现在墨家庄 是因为墨夫人 请他们上门除税 一连来了好几个小年轻 就算没有什么名气 估计也得花大价格 墨家是有点资本的 请得起 就算是寻常老百姓 只要有人请住 姑苏蓝家还是会动手 带着修士们 夜裂除税 大家都要有形成 饮食住宿方面的开支 对于大门户 消磨静心的行为 是多少钱都不为过 能请得动姑苏蓝氏的人 必定不会为了钱而计较 所以一个有本事的人 不管在哪儿都有用途 当你的能力撑得起开架 何愁没有金钱来源 细看陈情令 里面的生活很贴近现实 能从剧情里反思 也是我们对未来的一种能力 姑苏蓝家的人 真的不是吃素的 能从温家的破坏重修家园 能一直维护自家的荣誉 能做到高大上的生活条件 不是每个人都能办成的 一个好的环境 是需要金钱的维持 姑苏蓝家用独有的赚钱方式 给自己留足了资本 才有了闲情做好每一件事 正因有着金钱的支持 他们无趣的生活里 暗藏着有趣的灵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